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消费型机种的工业设计也是可圈可点 接下来我们就请QSAN为我们展示 Enterbox的朋友大家好 今天欢迎大家来到2019Computex QSAN的展场 那QSAN在现代科技发展下的趋势上 像企业数位转型、云端计算、IT产业的蓬勃发展 5G的技术、制造产业的AIoT 以及多媒体产业的蓬勃发展之下 QSAN在现阶段致力于创新、革新的技术 所以我们透过SSD、低延迟、高传输的特性之下 于去年和希杰合作推出了我们全新的全快闪储存阵列 专门针对企业高阶运算以及低延迟的需求 包含像大家常了解到的Fintech或者是5G的快速技术 SAN OS 1.4为企业的储存使用者得到更加储存的安全性、可用性 然后在我们双控的机制设计底下 针对这样子的机器 以及我们现在科技趋势的潮流 提出最佳的储存解决方案 如果我们刚刚提到 企业的高速运算需求、低延迟的需求在 不管是未来的AIoT产业、5G产业或是多媒体影音编辑 这边就是我们QSAN提出的全快闪S-Cube FAS2026最新的机箱 那在2U26倍的机箱是在业界2U的高度之下提出的最高的储存密度 我们来看一下这样子的机箱里面搭配的什么秘密 会让它的效能更加的突出 在我们全新的S-Cube FAS2026D之下 搭配Seagate最新NITRO系列的SSD 为我们S-Cube FAS全快闪储存解决方案 提供更高的效能以及稳定性 另外针对中小企业的资料储存解决方案 广盛科技推出了S-Cube NAS 那S-Cube NAS从前年的9月推出至今 我们的软体已经进化到3.1的版本 那在这个3.1的版本我们提出了更多的安全性的措施 包含像快照的智慧型管理 S-Cube NAS与QSM的结合底下 我们的NAS不论是机架式或者是直立式的设备 都具备有企业级的储存技术 好比说像是在线的压缩 然后档案重复删除技术 或者是ZFS的档案系统 甚至像虚拟化的平台KVM 或者是虚机的备份等等等等之类的 加值的服务 在我们S-Cube NAS上并不只是一台单纯的档案储存管理系统 在S-Cube NAS上面 对于一个企业组而言 每日最重要产生的资料 会让我们提供的S-Replicator与Arconys的合作 可以在免费100台的PC上提供完整的备份以及增量的备份 另外所有机种都支援SUNTERBOX 3 INTERFACE紫卡的安装 让您在直立式的NAS上 在多媒体影音编辑以及快速资料传输与分享上 更为的方便与快速 另外针对档案备份以及灾难还原的部分 S-Cube NAS不论您是从2倍、4倍、6倍甚至8倍的NAS上 都可以得到原生的快照、远端快照 甚至于不同8个区域上的即时同步以及备份的功能 所以在这一台我们看到S-Cube NAS上的机器上 不只是为您提供简单的档案分享或是档案的储存 更为您提供完整的储存与备份的解决方案 我们现在来看到S-Cube NAS在针对不种的储存的需求上 我们推出了不同的倍数上的设计 像现在可以看到的是2倍、4倍跟8倍的机器 那在我们2倍、4倍、8倍的机器呢 在去年得到了日本的设计大奖 那在今年又得到了德国的设计大奖 在得过这么多设计大奖下 储存的设备不再像是其他的产品 像是一个冷冰冰的产品 有别于其他冷冰冰的储存设备 S-Cube NAS可以为使用者提供更佳的使用者体验 今年呢 S-Cube NAS与Seagate共同合作 提出了IronWolf Health Management 新的工具程式整合在QSN里面 IronWolf呢 它可以针对磁碟过去发生的状况 以及未来即将产生的灾难 做出提前的预防 甚至后续的资料救援 好 那透过今天简短的介绍呢 希望大家对我们QSN的产品 能更有进一步的认识 那如果你对于我们的产品 还有其他的疑问 或者是想选购其中的产品 欢迎上我们QSN的官方粉丝团 获得更多的资讯哦